我是維尼 影片開始前幫我 按讚訂閱跟小鈴鐺 我們桌上這台了 就是呢 XBOX Series S 它跟X的差異性呢 除了規格稍微下降一點之外 它基本上就是等於是 X的架構 因為它的定價比較便宜 再加上它比較小台 所以很適合 想要體驗 XBOX的遊戲但是又不想先支出那麼一筆大錢的人 它這邊主要容量跟 X不同的地方 它只有512GB而已 所以這是我覺得可惜一點 假如它的容量 也跟它一樣是1TB的話比較好 畢竟還是沒有光碟機的數位版主機 所以其實很吃容量 那加上他們微軟那個硬碟又是之後才要發售 所以你現在 腳變的時候你出門的時候還要在外接一個硬碟其實很麻煩 所以這是唯一我覺得可惜的地方但是因為畢竟它價錢 整個 大幅度不一樣 所以還是有差異性的啦 它沒有說它有那個 它也是一樣有這次的XBOX的那個快速架構跟它的 可變更新率然後這邊也說明它是只支援 512GB的SSD 然後它是沒有光碟機的喔 然後下面就是有它的基本配件這樣子 後面呢 Funky就可以看到它這是很強盔的服務就是gamepass服務 那這個服務其實對於玩家來說是非常方便又便利的 畢竟你一個月可能支出 不到100塊的錢就可以玩遍所有 SBOX上的遊戲 那包括他們獨佔的跟它所謂的跨平台 所以 並不是只能玩到他們獨佔你也可以玩到他們跨平台的遊戲 這樣也是一舉兩的啦 對 我們接下來就直接猜可以給大家看它的樣子 那我們進行開箱儀式吧 這是GX之中的第二台囉 哎唷 我切 我切 怎麼那麼硬 我 切 然後我切 然後這邊 請看 它跟X應該是一樣的開法 喔也是一個禮物的狀態呢各位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本體那些就拿出來囉 然後我們在桌上呢 這一片白的 就是我們的 內容物啦 主機本體 手把跟它裡面附的電池喔 當然你要用鋁電池也可以但是要另外購買喔 然後 點線 HDMI線 那這邊跟X不同的是它附的是我2.0喔 那我的X裡面附的是Ultra High Speed是2.1 不過很遺憾的是我的電視也是沒支援啦 所以沒有用啊 接下來來看一下主機的整體外觀部分吧 你看得出來它這個非常的像 所謂的那種老外的音響 比如說 你各位假如有看過一些北美電影的話應該有看過一些美國電影的話不是有些人都會這樣嗎 拿好 拿不好跳下去 他就說 嘿唷 這樣人類是這種感覺啊 然後這邊都音樂從這邊放 不覺得很像 好啦 這是人笑話啦 整體上它就是 做了很簡潔的設計 然後上面這邊呢看起來你也有一些喇叭 這是散熱的部分喔 然後這邊也是 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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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代表他在高運作的時候其實散熱效果應該非常好 然後我們後面可以看到他這邊有 的接口的部分 可以看到他有網路線 兩個USB 然後一個HDMI 還有一個是他們家的硬碟的 專用擴充槽 那 他裡面採用了也是 N2 SSD的規格 跟PS5一樣 所以 他這個都只能裝他們的 自家規格的SSD這樣子 然後也只能載他們 四世代的遊戲 攪救了像X1那些是不行的喔 然後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就是我們知道的電源線 那其實還蠻簡單的喔 然後因為這台沒有光碟機 所以一片白 然後前面喔 前面這面很簡單也是一個USB孔 然後這是手把配對的訊號 訊號那個按鈕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電源鍵 大家一定想說 他跟我們原本的X的大小差多少啊 我直接來 做一個小的 那各位桌面上我們看到的就是 AX 然後跟S 那明顯除了形狀不同桌外 大小也差很多喔 這邊是完全的正方形 然後這邊是 算是長方形的部分 那 大家假如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就知道 就是 好像等於差了二分之一左右啦 對啊 那當然重量的話也是差很多啦 這邊是重的鑰匙 然後這邊是輕的鑰匙 其實也沒有 對啊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對比的部分 很聰明一點是他用黑色跟白色去區分 他其實沒有像Sony那邊 就是數位版的主機用 其他顏色然後 光碟機用白色這樣 我覺得用不同的顏色區分這樣也是不錯啦 對啊 當然他的形狀也不同啦 這是PS5沒有啦 PS5的話就只是單純就是有光碟機跟沒光碟機這樣而已 這邊就是我們的SBOX Series S的對比 接下來就是準備要迎接我19號的PS5 也會盡快的趕快將我的開箱影片給上方上來喔 那麼假如對我的影片喜歡的話呢 就麻煩幫我按讚 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